好的培养孩子阅读的习惯 中立中央福伦社 针对国小学生举办了读报简报比赛 共有133位时辰参与 今天也决选出了优胜者 社长刘神华表示 看到学生们优异的表现非常感动 借此抛砖引玉 希望社会人士也一起来共襄胜举 呛植物的30天它会枯萎 这代表了我们霸凌对任何物品的影响 在90分钟内要完成读报简报 撰写心得及画上插图 并及时发表简报心得内容 由国际福伦3501地区 中立中央福伦社主办的简报比赛 现场有133组青石生共同参与 最后选5位特优者进入总决赛 之前每天都有练习读报 然后再有心得的分享 就希望藉由这次的机会 然后去了解自己的程度在哪里 本上的小朋友读报时间已经相当长了 大概从5年级到现在 持续在读大纪元时报 那平常大纪元时报 有很多积极正向的报道 那小朋友都很喜欢 中立中央福伦社 从去年10月开始赞助桃园中正 内力两所国小读报经费 计划透过阅读大纪元时报 培养学生分辨好媒体 使用好媒体的能力 特别是对阅读的能力及表达能力的训练 在比赛当中呢 我们也都有去深入 去了解他们的实际的做法 所以真的也很感动 那其实讲在小朋友真的也很厉害 能够在有限的空间的东西 来发挥最大的效果 真的是不错 真的是很优秀 刘盛华表示 举办读报简报活动 借此抛砖引玉 希望社会人士也一起来共襄胜举 新台人亚太电视护树下张年杰 台湾桃园采访不到